屏幕前的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,单单老师,我们本讲会学习什么知识呢?跟老师来看一下,四则运算一,但是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学习新知识吗?不是,在每一学期开课之前,老师都有些话要对大家说,说什么呢?当然是课前注意的,赶紧了,咱们先听。 好,孩子们,首先课前准备,让爸爸妈妈把我们打印好电子版的讲义放在手边,除讲义之外,当然少不了你了,还需要什么? 抄稿纸,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无时无刻有计算,老师会让你现场就和老师一块算一算,三样东西缺一不可。 除了这三样之外,还有课前提醒,来看一下,关上房门。 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安静的环境,所以把房门关上,不要有任何别的响动影向我们学习。 除这之外,当然就是独立学习了。 老师希望身为四年级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学习,不能说咱们在学的时候非得爸爸妈妈陪在身边给你提醒,那样的话学习效果反而不好,自己学习吧。 如果说在学习过程中有问题,把问题留下来,过后问爸爸妈妈,当然也可以向我们客服老师咨询,让老师来问你解答,是不是也可以啊? 你如果从四年级养成这样的好习惯,那么到高年级,那个效果,哎,你就能显而易见了。 好了,孩子们,在我们今后的课程中啊,还有一个同学会陪伴我们,就是我们现场的同学,来然然给大家打个招呼。 哈喽,大家好。 哎,他是我们现场的同学,会跟我们一块儿学习。 那好了,孩子们,不说这么多了,赶紧进入今天的内容吧。 好了,亲爱的孩子们,OK,开始,看一下今天的保行牌,我会学习什么知识。 首先,我们会学习五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。 当然,还得学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。 孩子们,说到混合运算,老师在这里面多说一句,因为在线下的时候,老师教了很多同学,已经升上了五年级和六年级,老师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? 就是,到那时候,还有很多同学对于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,还会忘,就是提醒他之后,哎,明白了。 但要自己做题,一做就错,这是什么情况? 就是因为,在四年级的时候,没有把这些基础知识打牢,而这些基础知识,都是我们身上五六年级计算中一定会用的。 所以,宝贝们,可千万不要小巧这块内容,赶紧提起精神,我们一块来把它好好学好。 好了,孩子们,OK,先来道题。 首先,他们的意思,有哪些预算顺序? 说,游乐园上午有870个人,中午有690人离去,下午又有780人到过来,问现在有多少人在游乐园。 孩子们,拿道题啊,不是说听老师讲完就结束了,而是应该每道题在老师讲之前按下暂停键。 自己学会独立思考一下,应该怎么解,解完再看老师的讲解,这样的话,既锻炼了思维,又检验了学习效果,不是更好吗? OK,赶紧按下暂停,自己先做一做吧。 好了,孩子们,来时间到。 这道题我们如何去解? 首先得想一想。 如果有人离去的话,说明这个人数是不是少了? 是啊。 少了就应该用? 剪法。 剪法。 又有一些人来,人是不是增加了? 嗯,那就应该用什么法了? 加法。 非常棒,人人很厉害。 屏幕前的你,相信你也能想到。 OK,走了就解,来了就加,所以这道题我们可以怎么来练一个算式呢? OK,孩子们,来看方法一。 有870,减去690,这是个走的? 嗯,再加了。 加上780,那孩子们,我们列完一个综合算式之后,就得开始计算了。 在这里我们应该先算什么呢? 应该先算什么法? 剪法。 剪法,对吧? 嗯,因为先走了一些,870-690,这时候就应该自己口算一下了。 如果发现口算有点困难,赶紧用曹老师算一算。 算完之后应该是180,180再加上780,最后答案等于960。 OK,这道题目我们就算完了。 但是,老师写的是方法一,证明他还有一个方法,还可以怎么做呢? 屏幕前的你们,有没有用别的方法做出来的? 来,我们来看一看。 想一想,原来有这么多人,只要来的人,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用家? 嗯,走的人就可以用减吧? 是。 你看,原来有870,后来又来了780,所以可以先算出来一共来到的总人数,再减去现在走了的人数,不也是现在剩下的人吗? 对吧? 嗯,再来看,第二方法,就应该用870去加780,然后再减689。 那么,这一个算式,孩子们,我们是不是先算加吧? 嗯,算出来1650,再减690,发现答案和它是不是一模一样? 是啊。 好了,孩子们,这道题目是做完了,但是我们要学会从题目中发现规律找到问题,来看。 这道题先减,这道题先做加,咱先甭管。 哎,为什么? 有的先做减,有的先做加呢? 那么,他们有没有共通的地方? 你会发现,减法在前面,是不是先算减法? 嗯。 加法在前面,是不是先算加法? 是啊。 那就想,能总结出来什么了吗? 如果一个算式中只有加减法的,我们应该怎么算? 是不是? 从左往右一次计算,对吧? 所以,来看一下,大家点击,OK。 加减法无括号,怎么办? 从左往右一次计算。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找过的知识点,你现在可以把它先圈上。 好了,孩子们,加减法常会了,只有加减法,从左往右一次计算。 那如果说只有成出发,又应该怎么算呢? 带着这个问题,来看一下例二这道题。 说,后来听说这个游乐园,三千一共接待了三千九百六十人。 照这样计算,六千预计接待多少人呢? 这道题,又是一个新的题目,应该如何去做? 宝贝们,继续按下单击键,先自己想一想。 完了之后,我们一块来看。 好了,孩子们,来,时间到。 我们首先得分析,要求六千接待多少人。 如果我们能先就求出来,一千接待了多少人,是不是就好算了呀? 是啊。 OK,那一千接待多少人呢? 是不是就用三千九百六十去除以三千,求出一千的吧? 嗯。 那一千出来,在最后乘以六,答案是不是出来了? 是啊。 OK,咱们明白了。 来,还放反应。 先求出平均每天接待的人数,再求六千接待总人数。 在这个分析中,老实先跟大家列个分析啊。 那一千接待的就用三千九百六十去除以三千,对吧? 嗯,我们可以先算出来,等于一千三百二十人,不要忘了写单位。 然后呢,六千一共接待的,就是用一千三百二十再乘六,最后算出来答案是就可以了。 嗯,好了,孩子们,宝宝们,在这个题里面,老实用的是分布列式。 如果说要把这个算式,让大家列成一个综合算式的话,该想想,怎么列呢? 怎么列? 是没有用三千九百六十除以三,求出一千的,再用这个数去乘几? 乘六。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? 嗯。 嗯,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算式中,根据刚才分布的列式,甚至先算除法,再算除法,就可以了。 好了,孩子们,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过程。 一步步的算出来,最后答案是七千九百二十。 OK。 又完事儿,这是方法一。 证明还有一个方法,又可以怎么求呢? 屏幕前,聪明的你们,老师相信啊,肯定就同学,已经想出了第二个方法了。 你来看,每三千就会接待三千九百六十人,那说明再三千,是不是还是接待三千九百六十人? 是,那我们就看,六千里面有几个三千,不就行了吗? 所以,第二个方法,是不是也就出来了呀? 嗯,OK,来看方法二。 来,孩子们,我们来看,算出六千里面有几个三千,然后每一个三千,是不是就有三千九百六十? 是,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方式,应该先用六除以三,有两个三千,再用这个二去乘三千九百六十,是不是就出来了? 是,所以最后答案算出来了,也是七千九百二十。 孩子们,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简单的题目,让同学们自己去发现四则预算的事情。 OK,在这两个字是中啊,我们发现了,成法,除法是不是都有? 嗯,你会发现,其实它的迅算顺序,跟刚才做加减法的时候,非常像,也都是怎么算的? 从左往右,从左往右,对吧? 嗯,所以赶紧来看看我们的总结,单单点击。 成除法,无括号,怎么办? 从左往右,一四次。 那宝宝们,在这里,老师一块一并来总结一下。 如果说在一个算式中没有括号的话,只有加减法,或者只有成除法的,都应该从左往右,一四次算。 但是呢,如果说有算式中,那既有加减法,又有成除法,又应该如何去算呢? 我们待会儿,马上接下。